我是玉雕函 玉雕师兼极限钓鱼迷 我已经在世界各地垂钓几十年 我一生都在追寻淡水中的水怪 都是骗人的 哪有鱼吃所料 不对不对不对 先把肝子捡回来 一定是用的耳不对 我得做一款更符合中国特色的鱼饵 那么好 这期我们用玉石复刻路亚鱼饵 准备一下材料 这颗虎晶石就原来做鱼的眼睛 画设计稿之前给我的工作台先换个背景 路亚鱼饵的种类有很多 我打算做Vib和亮片 脑子里面想法太多 我们就多设计几个样子 好图画好了就可以准备切料的了 老规矩我们先换个剧片 让我们给生活比个夜 太久没有放原生和火花了 一次给你们放个够 OK 料子切好了 我们把大概轮廓稍微画一下 设计稿根据料子还会多少有一点变化 都画好了 我们再把轮廓切一下 原生和火花刚才展示过一次了 这里就不够多展示了 怕你们听多了上演 我们稍微加个素 这样轮廓就全部都切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修它的粗批了 抱歉啊 接个电话 这次做鱼饵材质上 依旧选择的是玛瑙 因为玛瑙的材质比较坚硬 相对来说不容易损坏 鱼眼的选择上 打算用玛瑙和虎晶石两种材质 稍微修一下 把它们都粘到工具上 方便一会打磨 轮廓修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雕刻细节的部分 因为这个鱼饵的尺寸不是很大 所以拍摄角度不是很好找 我就只拍了一些重要的镜头 把雕刻的每个阶段 给大家单独展示一下 现在就是外形基本上修好的状态 接下来就可以完善鱼饵身上的细节了 这个版本的鱼线打算从嘴上传 就不从背上开孔了 接下来我们做鱼的眼睛 好多粉丝说我做东西不抛光 为了让鱼眼睛更醒目一点 这次我们给它抛个光 抛好了 我们把它拆下来 我们把多余的地方稍微修整一下 装上尝试一下 OK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给鱼身去做喷沙了 喷好了 我们拿出来把它组装一下 效果还可以吧 沾上点水 看一下在水中是什么效果 装个鱼钩看一下效果 我本来是打算把这几个都做完了再去钓的 但是迫不及待了 找了一片新水域尝试一下 刚说完就挂底 太激动了 陌生水域忘了下 挂底了 挂底了 包子都拽弯了 终于是拽上了 但是炸线了 先去解线 加了个悬浮鱼钩 我又回来了 看我给你们绣一把 我去扔偏了 这下行了 直接挂草上了 前刀线太细了 我感觉要切线 一定是因为这个尼龙线太硬了 一共抛了两次 一次挂底 一次切线 我不服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感谢观看